存在是让候选人站到浪河上 我们是走了 超航台剧《人选之人》黄建伟卷入MeToo风暴 日前被女网友爆料多年前趁其性交 该名网友其实也是一名女演员 她表示黄趁她吃了安眠药 一时不清时发生关系 事后还反问她你为什么不叫 让她非常受伤 事件爆发后黄建伟立刻发声明澄清 近20年前曾经来往的叙述并非事实 老婆蔡轩燕也跳出来力挺 知道老公年轻时情史丰富 但她做事是有分寸的人 不会做违法的事 否认了爆料的指控 黄建伟20日再度发出律师声明 强调不会再回应 表示已经透过律师维护自身权益 结果24日传出该女演员疑似 一直等不到黄建伟道歉 加上不断被酸民攻击 情绪崩溃服药轻生 被老公发现瘫软在床上 紧急送医才救回一命 而稍早黄建伟透过律师 至今表示深感遗憾